张子怡曾多次获得金马奖提名 但始终没能如愿 因此业界也有金马欠张子怡一个影后的说法 今年张子怡终于如愿以偿 凭借一代宗师PK调舒淇 郑秀文 桂伦美等强劲对手 在金马奖上分后 至此他已是金马金像双廖影后 11月23日晚第50届金马奖颁奖典礼上 张子怡从四朵影后的张曼玉手中接过奖杯 他兴奋的说道 终于抓到他了 谢谢评审团 在50岁生日时让我成了女主角 同时也向台下的梁朝伟喊话 梁朝伟 你永远是最佳男主角 不过 对于张子怡的获奖感言 网友并不买账 纷纷在网上起哄 娘娘 你得感谢汪峰 梁朝伟是什么意思 另外 李康生凭郊游拿到影帝 李雪剑凭1942获最佳男配角 新加坡29岁导演陈哲一的处女作 爸妈不在家 永夺最佳剧情片 成为金马奖最大冷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